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可否說出 說明是秘笈 希望你傳授給我們的聽眾 假若他們也是要捱耿耿耿 有什麼自我提神 最有效的方法呢? 拉筋 跟拉筋有什麼分別? 什麼提神 拉筋會令到你個人 有些動動 有些動動 你又可以我不行 但這個也會提醒你的精神 我覺得是OK的 即是你突然間一眼睛拉筋 然後就自己做一些熱身運動 提腿啊 始終有些動作會有些東西騷擾到你 你又不是定下來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會不會是安多芬的作用 做運動也會有什麼 原地跑啊 我怕你太累跑不了 這樣拉筋也可以的 好了 熊永成有什麼自我提神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沖凍水量 你還有時間去洗澡嗎? 20分鐘都有的 在公司沖 沖凍水量 在公司沖 沖完之後抹個臉 再來一個 感覺就好像重新的一天 自己已經不累了 沖凍真的挺提神的 是 要冷水量 有時候我用暖水去射一下頸後面的位置 射一下 早上睡醒的時候 真的會靈寫醒一點 感覺上是 很舒服的嗎? 舒服到 想睡覺是不是? 是啊 有一次真的累到回到家 我就下了個妝 我再沖完澡 我怕我會被水打底了 所以我睡完才再起床再沖 我剛剛本來想問你這個題目 有沒有試過拍完劇之後 莊連貢? 你有沒有打台灣牌? 哈哈 台灣牌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術語叫做莊連貢 其實就是做莊家的莊 但是我們拍劇的人 講過那個術語 莊連貢就是 未下妝 就睡覺 到第二天睡醒才下妝 或者完全不下妝 就再補妝 又再去拍過 有 因為你會很珍惜 真的有得睡眠的時間 你覺得下妝再化妝 真的太浪費時間了 你有沒有試過? 試過 很傷皮膚的 千萬不要試 是啊 你現在年輕 再多幾年 再年多長幾年 更加壞 因為其實化妝品 是會侵蝕皮膚的 因為我們現在 每天見記者 每天都要整個拍攝很容易 所以我不建議 是的 那阿鴻成呢? 在我家裡換好很多枕頭套 本來平時都是 花粉 很緊張 經常 不過男生比較好 如果我們拍故妝 快一點 曬黑一點 可以不用化妝 哦 其實現在曬黑一點 記得 但是再加上 就是有時候不洗澡 但是呢 打完之後不洗澡 我也試過 真的很累 你不想動啊 為什麼另外一半會喜歡她 真的這麼骯髒 所以要換床單 放心 那個都還沒跟她睡 不用擔心 那見到她之後 她這麼骯髒 都被她嚇驚了 走了 其實她有跟我投訴過 但我沒有跟她說 你又知道 別人不只喜歡這股美 所以她們就是perfect match 她又接受到她這個缺點 她說她跟她的perfect match 是旁邊那個沒有說過的 是的 其實我也沒有一個人幫我說 其實這樣說下去都OK 我那些聽眾都喜歡聽 這裡好像有個門 好 好 我出去買定 做餐廳 不要 Becky挖住我了 算了算了 不要 我欺負永勝 哈哈